我又新建了一个文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 为了表示 确实是这样正确的 你比方说 Hello Sunday 我为了表示 我们来做一个操作 比方说new.txt 我们给它写进去 我们看一下new.txt文件 有一个Hello Sunday 好 现在我们把它卸载掉 好 我们把它卸载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U盘 给它断开连接 在Windows上面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有一个new.txt 我们打开看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 我刚刚写进来的内容 所以非常有意思 好 new.txt的演示 给大家也演示聊了 那其实我们可以挂载的 类型有非常多 甚至于还有谁呢 甚至于还有我们的磁盘镜像文件 image image这样一些磁盘镜像文件 那么还有更多 其他的更不一样的外设 我们都可以用来进行挂载 包括你到时候 你如果有移动硬盘 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 那关于磁盘镜像文件 我们来试一下呢 在这里我为了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啊 Android 它的和Linux是一样的 Android整个内核都是用的Linux的 所以我们用一个Android的磁箱镜像文件 来给大家看一下 在我的这个地方 这是我以前编的一个 针对我的Ganax Nexus的一个 一个ROM 针对我的Nexus的一个ROM 是4.0.4的这样一个ROM 那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解压 我们顺便也可以看到 编了之后 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以后刷机 讲刷机的时候 讲编译 在想起讲编译的时候 也都会来讲到它 那解压还记得吗 才讲过的啊 XVF 那有的朋友说 为什么没有Z呢 因为我们这只是个Tag Tag的打包文件 是不是没有Gzip的压缩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 CodeTable完整了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一个解压缩 好 解出了这正在解 已经解出了三个Image文件 System是最大的 这个就是我们Android的根文件系统 也就是主文件系统 也就是我们在Android里面 磁盘下面看到的那些内容 都在System的Image里面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四个文件 其实就是我们到时候在编译的时候 要编译的 特别是下面这三个文件 这个是你启动引导 然后这是我们的系统 这是Recover模式 是用来刷机的 这是我们System System就是我们最重要 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系统 然后User Data 就是我们到时候 会有一个用户数据区 所以其实他们到时候 你们就看 看一下在你们的Android的下面 跟目录下面就有包括System 这样的一个文件 文件夹 还有一些Data 或者叫User Data 这样一个文件夹 他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这个编完了过后 就是我们的 说白了 我们的Android 编完了Zone 基本上就这些内容 为了验证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Android的 sdk 我们来看一下 Images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10的 也就2.3的 它的Images 是不是也是包括这三块 对吧 我们想来给它什么呢 加载一下 在Linux下面 直接加载 这个4.4.0.4的 它当时打 我们编译打包的 这样一个内容 那我们怎么样来Mount呢 是一样的 各位 是一样的 还是T 这里要注意一下 Android的文件系统 是ERF ERF 这个文件系统 我之前给大家讲文件系统 是简单的给提到过 给提到过 然后呢 给它映射到MNT 下面的Android 就可以了 但是 我会告诉大家 这里会出问题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当前 我们的Ubuntu 这个里面 这个内核 不支持这样一个文件系统 所以下面 如果我们想来看 到这个包里面的内容 我们怎么办 很简单 把EFS 给它移植进来 这个文件系统 给它移植进来就行了 但这不是我们要讲的内容 那么 大家 所以大家下来 自己去操练一下 你们在Windows下面 随便找一个 Image的这个印象包 NTFS EFS Ad32的你们自己把它 进行一个MNT 来试一下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后面我们会 我们会详细的 在讲移植的时候 这文件系统 我们都信手捏来 我还会教大家 一个晚上写一个 简易的文件系统 自己的 自己的 好 这个就是这一块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另外的话 我也都知道 其实大家 现在其实 我们已经学了这些命令 你们也可以把这些 通过 就连上你的Android的手机 通过ADB ADB shell 进入到我们的Android的手机 里面去敲这些命令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因为Android的 它本来就是Linux内核 再加一个Linux外敲 只不过它的那个shell 是一个轻量级的shell 但可不可以是一个 重量级的shell 当然可以了 你自己移植就行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把完整的bash 都移植进去 只不过 要看你的空间 个不够大 OK 那么至此 我们磁盘管理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到这些 这些命令都要求大家 详细的掌握和去演练 但这个详细到什么程度呢 就把我讲过的详细到了 就行了 其他的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的很少 你用到了 你再去研究它的这个参数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用户管理 其实说句实话 这些这么多的命令 这样子讲解下来 并不是我所擅长的 我感觉讲到最后 都成为一个体力劳动了 太累了 所以事实上 我们的同学们 在我们的 就是内部群的共享里面 也共享了一些 像这样的一些文档 叫Linux命令大全 我把它下下来了 我看了 讲的还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做一个查询手册 拿下来进行一个查询 实际上 常规的一些Linux系统命令 我估计至少也得有100个左右 至少也得有100个左右 所以大家要想全部掌握 第一难 第二也没必要 第三 你掌握了17-18年不用的 那你掌握它干嘛 对不对 好 所以 特别是有些命令 其实是比较 比较偏向于给系统管理员用的 其实我们又不做网管 又不做什么系统管理员 所以就无妨 对不对 无妨 好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 我给大家讲这些 刚刚通过磁盘管理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硬盘 包括讲解了一下 Android的这些文件系统 等等 就是稍微扩展一些内容 那么同样的 下面讲用户管理 我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些内容的扩展 好 下面我们开始进入到内容管理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 我们要讲的这些内容 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命令 首先是我们的password password的话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用户口令的 这样一个修改命令 用户口令的这样一个修改命令 那么要讲它的时候 我们先演示一下这个命令的操作 然后我现在我要修改一下 我当前用户 当前用户是叫Sandy 对吧 大家都看到我登录了的 但我们也有个命令可以去查 那我们现在先不管它 我们就已经知道 我们当前用户叫Sandy 我要修改一下 千万不要和pwd混淆了 passwd 修改谁呢 修改Sandy 然后另外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是不是必须要有管理员的权限 好 那我们就sudo 好 修改一下它的密码 然后它就会说去输入一个新的密码 比方说我给它输入123 再确认一遍新的密码 123 好 修改成功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退出 再重新登录一下 123 好 登录进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刚刚说了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配置 配置一些信息的时候 之前我们讲的文件信息那一块 fs tab 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配置文件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系统 它会把我们的用户信息和用户密码信息存在哪里呢 事实上 肯定也是在etc下面 对不对 也是在etc下面 那我事实上它是存在这个地方的 我们来看一下 lsetc下面有一个pass 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叫passwd 它这个横杠我不讲 其实它后面的一些规则 后面的一些混淆和加密规则 然后passwd的话 我们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这个时候我们用cat来打开看一下 etc passwd 哇好长啊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用一下more这个命令吧 不用cat了 第一 第二 重点我们要找的是什么 sandy 大家看到没有 我找了sandy这个用户了 sandy这个用户 后面的这些信息 我看不懂啊 我看不懂 我先 先不管他 我把我能看懂的看了 哦 这个是他的一个工作区间 啊 管他呢 反正我就知道这是sandy这个用户 就是sandy这个用户 那么好 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的信息可能就存在这个地方的吧 我猜的啊 我猜的 好 那么实际上我给大家讲解讲讲一讲这块他是怎么来存储的啊 实际上确确实实对于用户信息来说 user info 是存在etc下面的passwd 那么他的密码呢 如果存在这个地方名文大家可以看这个地方你找不到这个123这个密码吧 所以密码是存存到这儿名文肯定是不安全的对不对 所以是存在etc下面的shadow shadow顾名思义阴影嘛 也就是说隐藏在他后面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文件是存在这个shadow里面的 同样啊 同样我们的后面的组信息group 用户组信息是存在etc下面的group 那么他组相关的更详细的更细节的一些需要保密的信息 当然不能叫组密码啊 因为组不讲密码这样一说 是存在gshadow里面的groupshadow啊 好这四个配置文件我们要了解清楚 那现在我们来简单的打开看一下 这个文件我们已经打开看了 我们再看一下shadow 要管理员权限 因为shadow里面存的有我们一些密码信息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sundi 然后这一堆乱七八糟的我们猜可能就是密码了 对不对 他肯定不敢明文方式存了 可能是要经过一个加密 对不对 好 这块我们就大概就知道通过这两个方式就能够得到啊 就能够得到我们的用户信息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啊 我们来怎么来看懂他 在password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第一个是用户名 sundi看到没有 其实我们称为用户名 实际上它是个注册名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口令 口令以ex的方式就表示什么 加密了 不让你直接看到啊 不让你直接看到 如果这些地方是一个星号 或者是一个感叹号 就表示这个用户没有启用啊 没有启用 你用它登录不了的 主也是一样的道理 第三个这个叫什么呢 UID啊 就是我们的用户ID 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用户所在组的ID 就group ID啊 1000 第五个是用户名 其实这个用户名 更多的是一个显示名称啊 是一个显示名称 第六个 是我们的用户的主工作目录 然后第七个就是它的cell的目录啊 它使用的这个cell是bass 它就这样一个目录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password这个文件的一个介绍 大家可以再回过台来看一下啊 自己对照的 来看一下 比方root 它用的 我们也都知道 OK 它的用户ID是零 它的 group ID 也是零 也是零 那它也是用了这个bass 它的工作目录是root 对吧 很容易去理解 那么好 它的这个 这个地方是显示不到的 但是 那它会通过哪个地方来显示呢 当然就shadow了 我们就打开shadow 再来看一下 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是用户名 第二个就是加密后的口令 然后第三个到这儿 就是一个日期了 这个日期是什么呢 是密码最近更改的天数 就这个密码是什么时候去更改的 最近一次 那么这个天数要说一下 它是以1970年1月1日为参照物来进行叠加的 如果 如果比方说是1980年1月1日 那就是 就是 比方说是3600 3600天啊 十年嘛 假如说是3600天 那这就是3600啊 就这样的意思 这一项是多少天内不能更改 如果为零的话 就表示随时可以更改 这个是多少天内必须更改 如果为99999 就表示 没有时间限制 没有你必须更改的时间限制 这个是提前 在你必须更改日期达到之前几天 它会有一个系统提示 提示你 你的密码要过期了 要赶紧更换啊 就这样一个理解就行了 实际上这些东西 记不住也没关系啊 重点就知道这个是密码就行了 重点知道这个是密码 好 下面通过这个这种方式 我们就比较清晰啊 比较清晰的知道我们password的 以及password的实际操作 事实上password的 我们在更改123的时候 它操作的是不是就是一个配置文件呢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一些命令的时候 它操作的也就是一些命令 一些配置文件而已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 刚接触Linux的时候 那时候很喜欢通过Linux来搞黑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搞黑客的时候 最主要的第一步任务 就是进入到这个系统 想办法弄到它的系尔文件 然后再来暴力破解它的那个密码 这就是一个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这就是主体的一个思维 那么在这里后面 其实Linux也是有安全漏洞的 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到 待会我会给大家提到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user add和add user 这其实是一个命令 我们标准的命令是user add 我们来看一下user add怎么样来用 user add 我们添加一个新用户 比方说叫3.1 这样的一个新用户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最最简单的一个user add的 这样一个操作方式 别忘了给它一个管理员 OK 这个用户就添加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用户是不能登录的 我们还要给它设置密码 3.1 我平时也老是忘这个 好 这个账号就设好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登录我们的 登录我们的这个账号了 3.1 1 2 3 OK 大家看我们是不是就进来了 但进来了过后 大家发现一点什么问题 是不是它的home就是在根文件夹下面 它怎么没有进到这个home里面 怎么没有去建立一个3.1这个文件夹呢 原因在于我们少了一个参数啊 这个参数就是m 我们来看一下 m create home create home 所以我们加上这个参数 它才会自动的去建立你的那个home文件夹 好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建立一下 建立一个 3.2 给它 sorry 3.2 嗯 这样吧 我们回到那个 密码 我们回到商店去建立它 好 这样就建立好了 建立好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home下面有不有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它的文件夹就有了呀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我们是切换过去 也是也是清楚的 但这个时候 3.2 我们没有设密码 所以进不去啊 要设了密码 以前的那个操作系统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自己设计一个密码 但现在这个默认的是不会的啊 默认是不会的 好 我们就知道 所以我们在常常建立用户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啊 来建立 杠m 那么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就是什么呢 在建立了这个用户的时候啊 建立这个用户的时候 他同时会建立一个同名的这个用户组 并且把这个用户放入到这样的一个用户组里面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建立的内容 我们在建立的固定上 我们在建立的固定中 我们现在的建立的固定下来